最后呢让我们来overload addition operators 那就是加法啦 事实上我们加法只是当一个例子而已 我们真正想要弄的 或者想要展示的是怎么样 overload arithmetic operators 以及如果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的话 它会带给我们什么新的启发 今天啊 overload的一个 arithmetic operator 直观上来看应该不是太难 比如说加法好了 加法嘛想必是这样 我们要implement一个instance function 它呢会有个参数 那1998大概是constant的myvectorreference 因为你要有一个vector传进来嘛 然后呢我们就如果dimension一样 就pairwise加起来 如果dimension不一样 那可能就不要做任何事情之类的 那calling object跟parameter object 都不应该被改到 3加8 这两个数字应该要维持一样嘛 那return的东西显然是要return的 因为3加8要return11 所以这里我们也要return something 那我们呢return的东西显然不能是一个这个literal 因为我们要允许连加 对吧 所以我们return一个myvector ok啊 那然后呢我们要return的东西 应该要是个constant 以便加起来的东西不能放在等号的左边 我们就是防范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大概是这样 所以呢我们来试着做implementation 今天这个implementation大概是这个样子 class里面照例加一个这个宣告 所以这个宣告就把它加进去 然后呢这个implementation上 你就看到传一个v进来 我们等一下要把自己跟v加在一起 然后回传出去 那我们这里的写法是这个样子 请大家仔细看 首先呢我们要来create一个local variable 叫做sum 所以这是一个myvector 这个东西呢我们是先把自己 那个object丢进去这个sum的copy constructor 所以呢sum会在这个瞬间变成我自己 然后呢我把sum加等于v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overload过加等于了嘛 所以就把v倒到他身上去 那这个地方呢他就会去根据之前的做法 加等于的做法 就是如果dimension不一样 那就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啦 然后呢最后我再return这个sum 所以如果dimension一样 东西就会被加起来 如果dimension不一样 那就会不会回传他自己 也就是说如果我做这个myvectora1加a2 如果我做类似这种事情的话 要是dimension不一样 照这个implementation他就会回传a1 好那ok不ok随便 反正你可以define你的版本 所以这里只是一个展示而已 我们知道我们读得懂他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好了 所以这个implementation呢是ok的 那这里大家可能隐隐约略的 已经看到一些你想要发问的问题啦 就是说我们之前都是return constant reference reference为什么这里不return reference 而是要return一个object呢 答案是这样 大家想想看 我们这里有个sum 对吧 这个sum是一个local variable 所以这个sum 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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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跑到这个函数结束了以后 这个sum 就会在memory里面被清掉 因为local variable的生命周期就到了 那如果我们这里return一个reference 那在main function或者是coding function里面 那个地方得到的这个所谓的object 它就会跟着消失掉 那你接着对它做任何事情 比如说再做simon啊或者是回传给whateverperson啊 基本上都会变得就是怪里怪气的 所以这件事情是不能这么做的 你必须要回传一个实体 你必须要回传一个新的东西 所以在我们回传object 而不是回传reference的情况下 coding的这个地方 它就会去create 会去真的生出一个有血有肉的object出来 然后呢做这个各种copy and paste 那因为我们有copy constructor 所以这个时候呢它会做deep copy 然后everything is fine 如果你回传reference的话 你自己试试看 当你的sound消失了以后 你回到invoke这个加号的地方 那那个加出来的结果就会消失 那结果你就会跑的乱七八糟 然后运气好的话 就run time error 运气不好的话 你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大概是这个样子啦 那么很明显的 我们加法可能会想要帮它更进一步 怎么说呢 就是我可能会想要对其他的parameter 也做这个overloading 所以看一下左边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说啊 我有A1 我有A2 我有A2 他们一开始都是这个123 123 所以呢 这个A1加A2 就会得到一个246的object 这个我框起来的地方 加法会return一个活生生的object constant object 然后这个object 会被我们overload过的assignment operator 放进A1 那你的A1呢 就会把东西印出来 然后我想要做这件事情 我想要有的时候 我允许我们的这个加号的右边 不是一个myvector 而是一个数字 比如说是一个double好了 那这个时候我想要干嘛 基本上就是把这个vector 的每一个element都加上那个数字 那这个在这个数学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这个 做统计运算的程式语言里面 是很常见的 就是把vector加一个scalar 然后就是每一个element 都去加那个数字 我也想要这么做 好啊 那有什么难的 你就implement另一个operator加 然后呢 这个时候不要再传myvector了 传double 所以你会有两个版本的operator加 一个是传myvector constant reference 另一个是传double 那这相当于是你在做function overloading 没什么特别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如果传进来的人 传进来的人 真的是4.2 真的是个double的话 那他就会看啦 我们就来call这个implementation 所以一样我先把sum做出来 然后呢我改成一个for回圈 然后一直加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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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再把东西传回去 就可以啦 所以这大概就是我们可以做的另一件事情 就是我的加法的左右 如果都是myvector 就像我们刚刚那样做 但如果这个右边是一个数字的话 就像这个例子一样 那我们就implement另一个版本 的这个operator加 做一下function overloading就可以啦 好多了 好多了 好多了